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主持人段玉龙 石墨西这个名词您一定不陌生 而您可能更熟悉的是有关它各种能力的传说 已经诞生15年 并且获得过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石墨西究竟是什么 石墨西有着怎样的特点和用途 关于石墨西的那些传说都是真的吗 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2010年英国物理学家安德烈盖姆和康斯坦丁诺沃肖洛夫 因对石墨西的开创性研究工作 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多年来 石墨西这个被称为能改变世界的材料 由于其前所未有的特殊结构 而引发的各种奇异特性 成为了全世界科学家关注的焦点 石墨西究竟是什么 关于它的各种神奇传说 到底是不是真的呢 今天做客演播室的二位嘉宾 分别是中科院物理所研究员张广宇 以及北京交通大学物理教师陈征 欢迎二位 主持人好 主持人好 我们现在上网搜石墨西这个词 你会看到比如说石墨西电池 然后石墨西涂料 甚至还有石墨西衣服 那究竟什么是石墨西 石墨西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材料 它主要是由碳原子构成的 那么碳是我们生活中 非常常见的一个材料 比如说我们用的煤 我们叫煤炭 对吧 比如说我们手上带的钻戒 叫金刚石 那么我们用的铅笔的铅笔芯 那么它是就是大部分都是石墨 比如我们经常会开玩笑说 钻石和铅笔芯不都是碳吗 对 对吧 但是钻石和铅笔芯有完全不同的性质 为什么呢 它的组成方式不一样 像比如说钻石 金刚石 它是一个碳原子在中间 然后它周围连接的四个碳原子 在四个角上 四个顶点 这样构成一个正三额锥 这样一个形状 这种密堆积的方式导致的金刚石呢 就变得非常非常的坚硬 对 我们可以拿它滑玻璃 石墨呢 是若干层 然后这些层堆积起来的 它们这若干层之间呢 联系就很松 结果就石墨就变得很软 所以钻石和石墨 不能说它完全相同 它只是组成材料相同 结构是很不同的 对于石墨锡而言 它的材料很清楚 就是碳原子 它就是那个碳的某一种特殊的组合方式 要了解石墨锡是什么 首先要知道石墨是什么 石墨的结构呢 就像这个模型所展示的 它是由一个很多层的碳原子所滚的 它的层和层之间的话呢 它是有一定的组合的顺序 第一层 第二层 第二层和第一层会错开一点 那么第三层又会回来 这是一个典型的 A B A B A B 这样一个多层的 叠很多很多层的这样的一个结构 那么如果我把这个一层的碳 把它抽出来 那这个时候它就是一个石墨锡 这是典型的 由碳所构成的六圆环结构 那我们再说一说石墨锡的诞生 石墨锡诞生到现在15年的时间了 究竟石墨锡是如何诞生的 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时候 我们做的是叫碳纳米管的一种很好的纳米材料 这个也是碳的一种形式 那么大家就提出来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说因为碳纳米管从结构上来讲 它就是一个单层的石墨锡 或者是多层的石墨锡 把它卷成一个管子状的一个东西 这叫碳纳米管 那么给它斩平以后的话 那么它的性质会是什么样子呢 在当时在麻省理工大学的一个教授 就算了当时这个单层的碳原子 就是石墨锡的一些基本的物理性质 然后发现一些奇怪的物理现象 但是把石墨里边的一层碳原子把它抽出来 那么这是在当时是一个极端困难的事情 后来做到的呢 当时是英国的科学家曼泽斯特大学 Gaim和他的学生叫Nova Solov 他们也是偶然地看到了 和别的领域的教授来交流 那么为了得到一个干净的表面 我们通常就是用这个胶带 把表面的一些脏的材料 就是这些石墨的话 脏的石墨把它撕掉 就是把上面的一些层把它剥掉 那么他们就是偶然间就想到 那么是不是可以利用这种办法 来这个得到就是一个单层的 这个碳原子的这样的一个结构呢 这个过程其实是个特别简单 但又特别巧妙的方法 咱们桌上有一盘扑克牌 我们就可以拿它来试着还原一下这个过程 撕的过程 就是就像刚才张老师介绍的 这每一张扑克牌就仿佛是一层石墨西材料 那么这么厚的一塔扑克牌 实际上只需要几次就只剩下一层了 比如说我们这样试一下 一分为二 对 四了一次 一次 两次 再来一次 三次 四次 五次 在这种情况下 能把这个一个看起来挺厚的材料 撕的只剩两个原子层了 他们就做了这样一个实验 那么就是用胶带反复地去把这个石墨进行接力 就是把它从这个一变成二 那么你再撕一次的话 就是从二变成四 再撕一次的话 就是从四变成八 它是一个支度上升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大约撕十五次以后 就是二的十五次房 大约是三万多 那么就是说 你如果最起始的 有一个三万多层的石墨 几个微米这样的一个尺度 你只要反复地撕十五次 那么就意味 如果是严格的 是一分为二的来讲的话 你最后的话得到的产物 一定是一个单层的 就能够撕到极限 撕到一个一层的 这样的一个碳原子 我们知道现在有很多的材料 工艺也很成熟了 而且他们也在发展 为什么我们现在 要在一个诞生十几年的 石墨烯材料当中 还要继续下这么大的功夫呢 这个是两方面决定的 一方面呢 就是石墨烯的话 自身的这种优异的性能 所决定的 第二个是市场驱动的 那么如果石墨烯的话 这种产品出来了 它的效果很好 同时它的成本又不高 那么它在市场上 就非常的有竞争力 就可以把现有的产品替代 所以市场的行为 那就是说我们可以 产生更多的经济效益 那很显然这两方面 都是非常非常吸引人的 那么对于科学家而言 就要不断地探求新的可能 新的材料 新的物理 新的机制 因为就像我们 如果手里有一堆积木 我们可以把它搭成 各种各样的房子 但是如果能够产生一个 新的不同形状的积木出来 那它将会给我们 给我们能实现的 能搭出的房子的 这种可能性 会带来的是几何技术的增长 所以我觉得 从科学家本身的特性来讲 科学家本身就是要探索未知的 那么有一个新鲜的 如此神奇的材料出现 当然是不可能放过它 石墨烯是人类历史上 首次得到的只有一层原子的材料 它的诞生改变了人类 对于材料微观世界的认识 随着不断深入的研究 科学家发现 这种只有一层原子的特殊结构 具有非常多不同寻常的特性 直到今天 它仍然在展现出 更多奇异的性质和现象 磨角石墨烯的重大超道发现 原子级精准控制的石墨烯折叠 只有一层原子的石墨烯 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 又会带来哪些 与众不同的优势呢 那它有着什么样的性能 就可以拿到诺贝尔物理学奖呢 首先最大一个特点呢 就是它的维度 那么我们知道 我们通常我们上初中 我们要学这个坐标系 我们是有三维坐标系 就是有X轴 有Y轴 还有Z轴 对 那么这个三维坐标系 你就可以定义一个物体 比如说我们知道 快体的材料是三维的 对于石墨烯这种材料来说 是一个严格的单原子层的材料 它的坐标系呢 它缺了一个轴 也就是说它缺了Z轴 它只有X轴和Y轴 就可以把石墨烯这种材料的话 就完全地定义了 所以我们称它为二维材料 一个面是两个维度 当一个体材料 什么叫体材料呢 就是我这个原子就这样 四面八方 堆积在一起 堆得像这样一坨 对吧 那么当它只分布在一个平面上的时候 这个时候 它就变成了一个 所谓的二维材料 那么它带来最直观的 这个物理效果呢 就是它极薄 就是说最基础的 就是一个单层 这个 这就是石墨烯 不能比它再薄了 这就是一个极限的这样的一个薄 那么这种薄的极限的薄就能够带来多种多样的后果 那么它的力学性质变了 它的电学性质变了 它的光学性质也变了 那么这些后果都是因为它是一个二维的这样的一个材料的一个带来的这样的一个后果 石墨烯有着这样特殊的结构 那具体表现出来 那它又有着什么样特殊的功能 就是当一个材料变得很薄的时候 它的这个柔性它会增加 就像这一塔普克 那么它有厚度 所以要弯折起来就相对比较困难 如果只有一张牌 这个时候要弯折起来就变得很容易 那么比如说我们平常用的看到的加里玻璃霜的玻璃 这个玻璃是极其坚硬的 你尝试着把它弯一下的话 你是弯不动的 但是如果把这一层玻璃的话 做得很薄很薄的时候 比如说做到只有0.1毫米 这个时候呢 这个玻璃的话呢 就是相对来说它就是柔性的了 那么它你就可以对这个薄层的玻璃的话进行弯折 那么现在我们的这个智能手机的贴膜 实际上就是这样一层很薄很薄的这个玻璃 这个依然是比石墨烯要厚得非常非常多 对 如果要把这个玻璃的话变成一个 只有一个原层厚度这样的一个玻璃 当然我是说是一个假设 那么它会变得非常非常的柔软 所以石墨烯呢 它面内的刚性 积液强度是非常非常强的 那么比这个钢铁还要强 但是它这个柔性又是非常非常好的 你可以对它非常容易的对应弯折扭曲 这些操作都是可以的 这是一种柔中带刚的材料 生活当中我们遇到这种现象还挺常见的 比如纸对我们来讲就是非常柔软的东西 你拿它怎么叠都可以 可是如果纸在纸的那个平面内 它会变得非常坚硬 我们很多人都有被纸割破手指的经历 这都是类似的这样一个道理 对 石墨烯柔中带刚的一种材料 这种材料呢 在二位看来 目前在哪些方面已经可以有应用了呢 那么它会在柔性的一些器件方面的话 会有很大的用武之地 它可以做这个柔性的透明电机材料 这都是很好的材料 比如说做手机触摸屏的这种材料 那么它可以作为电机的材料 因为石墨烯的好处呢 就是说第一 它很薄 那么只有一层 然后呢 它又非常的导电 比如说做一些可穿戴的器件 最简单的一个 最直接的 那么就举一个例子 最简单的用用 就是做柔性的传感 比如说把石墨烯的话呢 因为它又很薄 又透明 你在给它弯折的时候的话呢 它的导电的性质会有变化 那么你就可以利用它导电的性质的变化 来标定那么你弯折的程度 那这个时候的话它就可以测量这个阴力 所以的话你如果用石墨烯 比如说做一个很薄很薄的膜 那么贴在你的动脉上 或者是贴在这个心脏的这个部位 这样的话你心脏跳一次的话 它会产生一个阴力 你心脏的话就说蹦一次的话 你也有迈波的那个御动 这样的话它就可以把你心脏跳动的这个波形的话 实时地把它这个采集出来 那么这就是一个最直观的这样的一个应用 那么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呢 在实验室里头现在已经发展得非常非常快了 这是利用的石墨烯又薄又柔软的 又柔软的这样的一个性能 陈老师在您看来石墨烯还有什么样的应用 大家其实对石墨烯来讲 关注比较多的 就是首先它的电学性质 就是它本身导电又薄 那这个这样呢 我们可以拿它来做电池 最理想的一种 我们把它叫做超级电容 那这个时候就会解决一个很大的问题 比如冬天我们的电动汽车 我们的电动车 好像电池性能都下降 为什么呢 因为冬天气温低 我们现在的电池利用的都是化学反应 可是石墨烯做的超级电容呢 它本身没有化学反应 它是纯粹的物理的充放电 这个时候它受温度的影响就相对会小一些 而且充放电的速度也会快很多 因为化学反应要想放电快 放电大 它需要化学反应剧烈 那这个时候就容易发生燃烧 可是电容就不存在这个问题 它只是电荷的移动 那么一个电容是什么呢 简单说两块金属板 中间加深一层绝缘的东西 这就构成了一个电容 那这里边就能储存电 我要想储存的电越多呢 我就需要这个金属板的面积尽可能地大 那么我们可以用一个道具来展示一下 一个做正极 一个做负极 那么这就很像是充电 就是一个电容 那么如果我用石墨烯的话呢 我不做成这个样子 我是做成一层一层的话 互相正负极 正负极 互相交叠起来 这样的话 它的这个正对的面积就会 就会有效地被利用起来 然后呢 它这个材料呢 又非常非常的薄 你用非常少的材料的话 那么就可以实现非常多的 这个电荷的存储 石墨烯在应用在超级电容器方面的话 它是非常有优势的 石墨烯是一个非常导电的材料 另外的话 刚才我们讨论过 它的这个表面积又非常的巨大 如果用石墨烯来做超级电容器来说 它可以大大的提高 它这个存储电荷的容量 同时可以缩小 这个电池的体积 比如说我前段时间上网就看到新闻 充电五分钟能跑一千公里的 用了石墨烯技术的电池 是属于真的用了 还是号称用了 首先是这个消息呢 我在网上也看到过 它提到的指标 是这个非常的令人兴奋的 比如说我们国内的做的汽车 电动汽车的话 我们通常需要充电的时间 可能是几个小时 那么能跑呢 可能我们能跑三百公里 五百公里 这个样子 那么如果我充五分钟 就能跑一千公里 这无疑是会给这个电动汽车 或者是其他的 这种电动工具的话 带来革命性的影响 跟加油一样快了 跟加油 甚至比加油还要快 但是呢 这个消息呢 它只是给了这样的一个指标 它没有给出你是 具体是用到了什么样的电池 那么怎么做到的 技术路线是什么 我们在没有了解它的具体的这个方案之前 我也不知道它是真还是假 我觉得无论是从基础科学研究上 那么从技术的积累上 到这个工程化的实现上 那么到产业化的运作上 都是需要一定时间的积累 我们现在看到很多这个电子产品的运用 除了说我们需要在电池上 增大它的能效比之外 还得需要解决它的一个问题 是散热的问题 石墨烯在这方面有没有特殊的表现 实际上石墨烯的散热的性能是很好的 石墨烯增强散热的原理的话呢 主要是两个 那么第一的话呢 就是石墨烯的自身的 它这个导热的性能很好 那么这个热量在石墨烯里头 可以快速地传播 比如说我们用到的电脑的芯片 就是CPU CPU的话它因为的话 它在这个工作的时候的话 它会产生大量的热 这样的话我们要对这个芯片进行降温 通常的做法呢 就是把这个芯片背面涂一层导热胶 再在这个胶上是再沾一个散热片 散热片上面的话 再给它带一个这个风扇 来促进这个空气的这个流通 然后这样的话 就可以有效地把这个温度降下来 我们说如果是用把这个石墨烯 如果的话能够这个做这个导热胶 或者是这个导热的上面这一层的材料 那么它的这个由于其非常好的是导热的性能 那么它有可能会取得非常非常理想的这个效果 第二个呢 就是石墨烯的这个比表面积非常大 它如果表面积越大 那么你散出去的热量就越多 那么我们可以想象这是一个金属的铝合金的散热片 它有一片一片的这个这个沟槽的这样的一个一个结构 这就是为了增加它的表面积 那么你这个表面积越多的话 那你散的热量就越多 那么我们可以想象 如果它这个沟槽的不是这个样子 它是密一倍 那么它的表面积就会增加一倍 对 那么它散出的热量的话就更多 但你密一倍的话就意味着每个散热片的这一个小片的话 它就薄了一半 那么我们可以想象 那么如果把它薄到极限呢 薄到一个物理极限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单元层的材料 你这样的话一个密密麻麻的这样散热片 那么你散热的这个效果一定是最好的 就是你用一个这么大一块的这样的一个材料吧 那么你可能达到的效果 那么比这个房间这个散热的效果还大 当然这是一个这个比喻理想的情况 今天我们全世界的这个数据服务相关的计算机 里面就是花在散热这一件事上的成本是非常巨大 这个数字是很吓人的 如果石墨烯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 实际上它就会迅速地形成所谓的生产力 它会迅速地降低这个成本 石墨烯在多个应用领域有着众多的前沿进展 防腐材料的大面积应用 锂离子电池超级电容性能的不断提升 半导体芯片 手机散热技术的初步探索等等 如此神奇的材料 如今为何没有广泛应用 未来它又将如何发展呢 但是我们说了这么多 在分享石墨烯这些特点的同时 其实并没有看到石墨烯材料 在生活当中具体商业化的运用 这么好的材料 为什么离我们还是有一定的距离呢 我们现在的话关注的是 石墨烯有哪些应用的话 第一的话是它是可以 大批量地取代一些其他材料的 这样的应用 还有的一些应用的场景呢 就是说我除了石墨烯之外 那么其他的材料的话都不能工作 那么只有用到这种材料以后的话 那么你才能达到这样的效果 就是所谓的杀手锏这样的应用 那么这种应用的话 这粒子的话是极少极少的 那么至少在现在 好像在中国是没有的 这种应用的话呢 通常是需要从实验室 那么到市场 它是需要一个过程的 因为我们知道 石墨烯的真正引起人们关注的话 就科研界的关注的话 那么是从2004年开始的 那么一个材料的话 从实验室验证可行 那么到技术可行 再到扩大工程化生产 再到商业化走到市场 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 可能不是几年能够解决的事情 但是我相信在未来的 比如说五年到十年 那么石墨烯的有一些 像柔性电子 像能源 像可穿戴设备 像智能的终端 那么这些领域的话 石墨烯的话 在某一个方向上 一定能够得到重要的应用 接下来我们再来展望一下 石墨烯的未来 您提到了这种技术 受到关注到现在 也就是15年左右的时间 目前有关石墨烯的研究 有没有一些什么新的进展 石墨烯刚才说过 是一个单元层碳 这是一个二维材料 那么目前二维材料 这个领域已经变得 非常非常的庞大了 那么除了石墨烯以外 还有成百上千种的 其他的二维材料 最近几年一个发现 可以把石墨烯 和其他的二维材料 把它叠在一块 因为我们知道石墨 就是石墨烯叠了无数层 这叫石墨 那么你如果把石墨烯 和其他的 比如说氮化棚 比如说二绿化木 那么把它这两层材料 或者是叠三层 或者叠四层 或者叠很多层 这样的话 你就构造出来一个自然界中 不存在的材料 那么目前这个领域的话 发展是非常非常快的 最近几年的话 还有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 就是石墨烯和石墨烯叠层 也会带来非常不一样的 物理现象 比如说只有两层石墨烯 但是这两层石墨烯 它的方向是不一样的 上层和下层的话 稍微转一个角度 转一点点角度 比如说就转1.1度左右 那这个时候的话 它又会变成具有超导的物理性质 我们知道超导是一个非常非常 这个已经被我们观众了好多年的一个话题 但在石墨烯上竟然又发现了超导的现象 我们可以畅想一下 当然这个到实际实现还有很远 在石墨烯身上 我们是不是可以找到 真的实现常温超导的那条路径呢 如果这个事件实现了常温超导 那我们就不需要高压输电了 我们就5伏输电 那么以后再也不用担心触电安全的问题了 这只是很小的一个例子 那么比如说超导的磁悬浮就可以实现了 不用现在花费巨大的电能 去用电磁的方式来实现 如果我们从石墨烯身上 打开了常温超导的大门 那么它可能跟我们带来完全不一样的生活 还有一个说法 21世纪改变我们生活的材料 就是石墨烯材料 那是否意味着 未来石墨烯材料 会在很大的程度上改变我们的生活 最有意思的 它除了我之前讲的 它有一些因为 比如说导电性好 导热的能力也很强 它又透明 那么又有柔韧的这个性质 那么这些都是非常好的性质 那么在某一些特殊的应用场景的话 一定会给这个社会带来很大的变化 但是对于我们做这个物理的 那么我们更多的是 关注里边的这个科学问题 实际上石墨烯是一个绝佳的一个模型的体系 来研究具体的物理问题的一个模型体系 那么这个体系呢 首先是它简单 第二的话 它的物理性质又非常的丰富 那么里边你可以看到超导电性 你可以看到磁性 然后你可以看到量子效应 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导电性 所以所有的这些基本的物理现象 你都可以利用这个体系去 对这些物理现象进行研究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么一个简单的材料 能够得到科学界这么大关注的一个原因 最近几年文章越来越多的这个原因的话呢 就是因为的话 就是越来越多的这个新的科学发现在这个体系中可以被发现 张老师刚才表达的这个意思呢 我理解就是石墨烯它对未来的影响 其实不只是石墨烯本身 而是因为石墨烯代表了一类材料 代表了一类现象 那对于这种二维材料 在石墨烯作为一个典型的 就像一个小白鼠一样 在它身上就可以分析各种各样的性质 研究各种各样的规律 所以石墨烯某种意义上讲 我们对石墨烯的未来的期待 并不只是期待石墨烯这个具体的东西能做什么 而是我们通过研究石墨烯 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 就是从石墨烯上得到的规律 得到的那些发现 它有可能应用在其他的材料 其他的应用方式上 所以从这个角度看 石墨烯的未来 绝不是简简单单的石墨烯这三个字 结构简单功能丰富的石墨烯材料 在未来很有可能给我们打开一扇新的大门 让我们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世界 感谢二位专家 今天做客本期节目 为我们带来有关石墨烯的科学解读 也会我们畅想了有关石墨烯材料的未来 也感谢电视机前各位观众朋友的收看 今天这一期透视新科技就到这里结束了 下期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咱们 赏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